作为北京冬奥会设计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施工工艺作为复杂的新建比赛场馆之一,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全长1.9公里,垂直落差121米,设置16个弯道,被形象地称为雪油龙。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如何一身而建,又是如何克服各种建设困难。近日,中心设计者对雪油龙场馆进行了实地探访。 赛道全长1975米,一共有16个形状各异,滑行半径也各异的弯道,那么其中的比较微妙的,比如说从第七八号弯,第十四十五号弯,对运动员都会形成滑行轨迹,非常的微妙,有很小的起伏和这个过弯,会形成一个挑战。 它想划出理想的滑行轨迹,又快,还有这个不发生任何碰撞的通过这些弯道,那都是非常有挑战性,也很有趣味性的。 据悉,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设计方案共经历五个版本,最终选择了和山体最为贴合的版本。 建成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也成为全球第一条360度回旬赛道,建设过程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具体的这个赛道的特点来说呢,它克服了3D地形条件下非常不利的一个地形的影响, 通过我们国家非常强的基建工程方面的这个技术力量和这个建造能力, 实现了克服不利的地形条件,不利的地质条件, 以及复杂的曲面混凝土喷射成型技术,在这些具体的一些细节上, 都体现了我们非常强的工程能力。 雪车雪橇作为冬季运动中速度最快的项目,运动员必须带头盔参赛。 高速滑行加上离心力的作用,运动员在很多赛道处于贴墙飞驰的状态, 因此比赛中容易出现头颈部、四肢等外伤。 为此,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组建了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急救中心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保障团队, 全方位为运动员保驾护航。 我们在指挥室有一个视频监控系统,如果运动员出现受伤情况,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内通知就近的医疗站医护人员, 携带急救报单价,然后到达这个事故现场进行急救。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伤情较重的话, 我们会派驻就近的救护车,然后前往进行这个急救。 雪车雪橇项目所属的延庆赛区位于小海陀山区域, 规划面积约16平方公里,海拔最高点2198米, 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个赛区之一, 也是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整个建设工作历时5年。